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前一阵子我给大家介绍过一株原生的红色美洲兜兰 Fragmipedium bassae 那今天的这株是它的杂交品种 非常非常著名的Jason Fisher 自从1996年注册以来,获奖无数 它的花朵更大,颜色更红 和原生种Bassae相比 它的个头呢,大了至少是三分之一以上 我的这一朵呢,是接近十厘米 很多原生种呢,只有六厘米左右 而且呢,相比原生种 它更容易种,更容易开花 因此呢,极瘦追捧 它的价格呢,也一直高居不下 比起很多原生种,它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 在种植上,温度方面呢,它喜欢中温偏高 光照方面呢,喜欢明亮的非直射阳光 水分,就像绝大多数兜兰一样 喜欢湿,质料呢,要保持长湿 和我所有的其他兜兰一样 我用的是盆栽土加珍珠盐 不过大多数人呢,都是用 小颗粒的树皮加水苔等等 我觉得盆栽土 在我这里,在多伦多呢 对我来说呢,是最适合的植料 又保湿,又好种 我自己觉着我种兜兰呢 还算是相当成功的 所以假如你在比较干燥的环境里呢 你不妨呢,尝试一下我的方法 就是用普通的盆栽土加珍珠盐 来种兜兰 好了,这就是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的这株 红色的美洲兜兰 Fragmy PDM Jason Fisher 祝大家养兰愉快 谢谢